在中共窃国63年的中华国商日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 已经有超过1亿2千万人 香港多个团体当天举行声援退党游行 呼吁民众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游行诉求得到不少大陆游客的认同 他们表示羡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今次游行主题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游戏队伍是在天国乐团里头之下 从北角的殷皇到游乐场出发前往中联办 游行共分为四个方阵 包括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中共式妄恶之源 彰显良知解体恶打 以及了解真相迈向光明 隶属中共暴政63年来的罪恶 以及声援及呼吁退出中共党团队 气势雄伟的游行队伍 加上响亮的乐队表演 吸引不少大陆游客纷纷用手机相机拍摄 看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给个多少分呢 一两分 首次见到退党游行 不少大陆游客感到既开心又震撼 向往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因为我是从内地过来的 然后这次算是深刻地感受了一下 香港的游行文化吧 就是特别注重民主 挺浩大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 而且还有警察就挺震惊的吧 我也是来自内地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游行 感到挺震惊的 可以得法控告吧 还有警察保护我 然后我就觉得挺震惊的 我觉得这样子挺好的 挺民主的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其实在我们内地的话 说表面是挺民主 但是实际上还是会缺乏 只是形式上吧 香港就说这个地方很自由 能够自由表达 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